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颜色 特别大号的狗跟鞋 然后周围我在一家店里误出到了 你看特别大号的狗跟鞋 这个狗跟鞋有多双码 像镜头大之下 42嘛 对啊 女生都没有那么大的脚 对啊 一个女生能穿得下这个 那就可以嫁给师弟了 嫁给师弟了 他们等一下我们在那边那个方向 镜头看见那个方向 有一个很长的公路 当然是没人的公路 他们要怎样在这个公路上完成这个赛跑 赛跑失败者 不要吃一管戒目 我们今天挑战者面这个挑战相当的严峻 希望大家不要关掉视频 继续观看 我们现在直接开始挑战 来 来到这个跑步现场 我们这个比赛的场所 我们等一下出发点是由这个白杠线出发 终点是那个广告牌 我们一旦广告牌 到了广告牌的时候 你们一旦看到广告牌的那个柱子 然后你们就可以掉头了 掉头 一到那个柱子那个线 然后又回到这里 才算一个完整的结束 就是转一圈是不是 一明白了没有 一明白 Yes the mother 说话的时候 Yes the mother 就是拿回嘛 对 就是一个来回 完美的来回 你们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吗 我非常整理的 我非常整理的 哇 哇 不过怎么样 我还是会让整理的 是不是让整理的 哎呦 哎呦 让整我可以 关电话 你不要动手动脚 不要动手动脚 你写黑屋的 你写黑屋的 不可以白天不行 哈哈哈哈 好好好 现在两位到了 赶紧穿高跟鞋吧 你们两位 说真的穿高跟鞋 近走的话 有一定的难度的 对啊 你平常找的话 两位站起来站起来 还没走前一点 还没走几步 可以是吧 OK不 你们两位OK 我不就可以开始比赛了 可以可以 我OK 我OK 小刀呢 小小小小 小指头有点有点疼 对啊 就坚持一下 好 我们准备开始比赛吧 两位大佬 准备好了没有 回头看一下 好了没有 你们两位 回头看一下镜头 OK是不是 OK啊 那你跑摔跤就不管了 我说321 321 冲 冲啊 冲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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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哥加油 哎 小指头了 小指头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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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哟 哎哟 到重点了 把杯跑了 沿路马 哎哟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小刀你可以慢慢来了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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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刀 你应该拉一下对什么 做好你会帮我的 做好你会帮我的 哈哈哈哈 哎哟 终点就在眼前了 咱们两个已经急速的东西来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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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鞋子是歪着走的 哪里 他怎么歪着走的 被拐脚的 他已经拐到脚了 被拐到脚的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哦 你个骗子 我心里都要被害不当我 你个骗子 我心里都要被害不当我 你个大坏蛋 大坏蛋 哎哟 小则相信了马哥的爱情 结果败在爱情上面 对不对 我让你昨天晚上不跟我去小房间 这个惩罚 啊 啊 可以哦 昨天晚上怎么说的啊 说去小房间 他他骗我 后面直接 溜之大吉 那我今天我也来扯一下啊 是不是 哦 公平 可以啊 哎 小马 你们怎么不穿鞋子啊 他 他这个 那个 刚才就是他那 前面那个脚指甲穿到那里的时候 好像那个五指 那个五指都被压住那种感觉 然后 我这个大拇指比较大 被压得很痛 没办法再穿自己的鞋子 他整个过程你们感觉怎么样 就是你们第一次 直接穿高跟鞋 我知道 这个 一个女人能穿这样的高跟鞋 我真的很佩服女人 对啊 我现在对女生都有点仰慕了 他们真的穿高跟鞋 真的不容易啊 你怎么样 小泽你感觉怎么样 我心里有啊 鬼女怕我 小泽生气了 哎 总之嘛 总之现在谁输了就要一晚间我们要旅行程了对不对 坐上去吧 小泽 我再打个电话可以吗 可不可以打个电话 啊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阴风 你妈妈妈要 来吧 来吧 来吧来吧 你说小马有一有一日你会不会被小泽穿上高跟鞋 不要借机老宝啊 我像是淘宝的人 我跟你说 咱们要十六尊严 咱们是个爷们是不是啊 你们不是爷们吧 你们不是爷们吧 不是夫妻好不好 哎哎哎 不要 来 来吧 要打哪里猜 对一款芥末 小泽的表情 十字只刻看下小泽的表情 那我们相公啊 啊 啊来来来来 上开嘴巴 啊哈哈哈哈 上开嘴巴嘛 第一次平衡户外是芥末什么感觉 哈哈哈哈 现在来一个 来 来 直送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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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吃 来看一下小泽 小泽表示非常的开心 这头绿色的什么东西啊 绿色的箱 是他自己的 这些是绿色的什么东西 这真的是算很大箱吗 是啊 我是看着他 他喉咙里面不是要有一颗 小小的什么东西吗 就是那个位置 直接从到那位置去了 真正正正的到喉咙里面去了 等我们的小子房会等了好不好 所以就是要告诉他 你千万不要再玩我 特别是进小房间的时候 特别是进小房间的时候 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出轨 是不是 哦 实地等我 下次你时间了我跟你说 深重理论里好妙剧 深重理论里好妙剧 啊 所以这次挑战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对不对 同时呢我们的挑战 我们说了我们挑战有什么 非常的有教育 教育在哪里 就是由小马来讲一下 这个应该是让我们多疼爱女人吧 对 一个女人的女人要多疼爱 她们穿高个鞋真的是 确实是很辛苦 非常的不容易 还有诚信 说好了让我 结果没有让 这是诚信的问题 小泽也说到一部教育片一样 这个视频就无教科书一方 对这个教掌 为什么对你对不到事到之前 先不对了不少诚信了 有没有证据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对他不然 没有吧 我们看到他对我不然是吧 好了好了好了 然后我们以后 以后他们两个以后相处 到底是怎么样实际 看看这里 他们两个以后到底怎么样好 我觉得我们要下期才能见很小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啊 可能延伸到很久很久 以后会慢慢给大家讲解 希望各位大好的让我评论区 多留下这种带信的建议 我们下期再见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下期的时候更精彩 干自己更劲爆 还没点关注 好 好